我们现在谈谈恒大系 因为昨天郑爱电报道 广泛银行要求法院 冻结恒大附属的资产 恒大发了一个回应 贷款金额是1亿2千万元人民币左右 到期日是明年3月才到期 所以今次广泛银行的宜兴支行 冻结他的资产 恒大觉得滥用了数据前保存的行为 说会依法起诉 不过受到消息的影响 其实恒大系的股份 昨天全线大跌 跌幅1至2成左右 其实债价都跌 公司一直受着债务问题困扰 其实股价不断向下 但其实又不停有新消息 例如上星期五公布了 7月底会举行董事会会议 会有机会讨论发特别股息 股价急淡 昨天外电又引述知情人士说 恒大考虑将瓶装水业务的子公司 分拆来香港上市 另外恒大物业说发一个营起 顺利会升七成 整体而言 我们先说了一个恒大系 例如如果真的持股的话 因为他由高位跌下来 其实有买有买 可能不少投资者都说希望反弹 或者觉得他不会爆煲 好了真的买了 但是昨天看到有机会有银行凍结他的资产 大家有个推论就是有机会 其他银行都会做出相关的行为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持有恒大系不同的股份 其实那个部署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恒大系的股份本身一向都相当精彩 其实他的债务比较令人担心 不是今时今的事 其实他由上市到现在 基本上债务也有关注 其实近期要开始传出 他的资金有些问题 债价本身的债务也跌到一七十多 所以其实市场基本上 大致上是相当消化 他这个债务有问题的基金 但现在到了这个时刻的最重要 就是现在市场正在博 究竟政府的态度是怎样 他是不是属于一间大道不能道的企业 还是说可能其实是没有的 纯粹是用一个市场的力量去主导 让他自己去搞定 其实现在暂时 政府的取态是没有见到太多的消息方面 所以你说他现在怎么部署 其实都是一些博的心态 就是说如果他不死得 可能继续有新的资金来 可能是债盖债 去解决短期的危机 其实是有反弹机会 但是现在真的看不见了 暂时任何看不见的消息的话 是真的有些 其他利好正面说 我会支持他的政态 或是没有问题 官方任何口风暂时都没有 所以现在是有些博 但是如果你说 拿着股份没有恒带的话 你到了这一刻 我觉得其实你还持有的话 你累积跌货去到来 其实在今年年初以 到15元掉下来 你还持有货 其实你都相当之有耐性了 或者近期买入博的反弹 其实我觉得反弹动力 是暂时未见到有什么消息 令到他可以大幅上升 比如说去10元 或者11元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一些 不能预料的消息 可能政府立即出来支持 所以银行你应该帮助这间企业 其实很难说 但是现在暂时 为什么会有机会 因为其实你看到 官方没有消息 但是国有银行 暂时没有发声 可能刚才广泛都是一些 地方政府色彩的银行 首先做这个动作 但是全国上升 所以股份银行暂时还没有发声 所以可能你和银行 债主债仔 都在等待 其实政府的作用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现在如果你持有恒大股心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这下 最恐怖的时候 估出未必是最适当的策略 可能你等一等 再看一看 看看会不会有些正面的消息出现